来自全球媒体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总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房地产简报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长篇深度报道题为 为纽约精英建造的豪华公寓仍然一半空着 很多熟悉纽纽约的朋友应该知道 纽约的地标地区哈森亚兹 翻译为哈德逊广场 它是一个位于曼哈顿西边的占地28英亩的大型项目 建造时开发商的目标非常宏大 希望将一个原本的垃圾厂 变成全球精英的下一个热门目的地 这意味着要建造并且营销一个全新的社区 其中包括高档办公楼奢侈品商店 高档餐厅和高端设施 而如今在哈德逊广场项目破土动工约10年之后 开发商仍然在为这一愿景变为现实而努力 《华尔街日报》根据市财政局的销售记录进行分析 看到截至今年6月的最后一周 哈德逊广场35号豪华公寓 约有50%的单元仍然没有卖出去 而这距离销售启动已经过去了4年多 当地中介表示 开发商正在对公寓进行降价促销 并且提供一些优惠措施 比如承担买家的税费和过户费用等等 分析显示 截至6月底 哈德逊35号的销售记录比原始价格平均要低30% 活跃房源的折扣更是高达50% 记录显示 该大楼至少有4个大户型单位 以超过4折的价格成交 记录显示 一套四居室公寓 最近以85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比其要价1573万美元低了约46% 房产中介表示 开发商不得不重新评估对哈德逊广场的预期 而当它第一次开盘时 我们认为它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但现在市场反应表明我们的期望值过高 业内人士表示 虽然纽约全市 许多开发商都在因为利率上升而降价 但是哈德逊广场35号的折扣 比曼哈顿其他地区开发商的让利幅度更大 数据显示 哈德逊广场还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寓代售 人们对哈德逊广场新社区的反应不一 有些人是冲着购物餐馆而去的 但也有些人认为 这些玻璃摩天大楼没有灵魂缺乏个性 位于哈德逊广场中心的纽约新地标建筑Vesso 近期发生了多起自杀事件 引发了负面的媒体报道 并且导致这座步行雕塑的关闭 公司发言人表示 公司正在评估能够重新开放Vesso的解决方案 哈德逊广场刚刚开售时 纽约公寓市场正处于上升期 房产记录显示 在第一年的销售结束时 开发商已经签订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公寓合同 几乎达到了预计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当时外国买家 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买家 在买家群体中占据了很大比例 而根据最新数据 这些买家中的许多人 已经将他们的公寓租了出去 目前在Street Easy上面挂牌的35个 阿德逊广场二手房中 许多单位的要价都比最初的定价要低得多 记录显示 一个5G室约460平方米的单位 要价1385万美元 比最初的2700万美元的定价低了49% 一个4G室约380平方米的单位 要价999万美元 比最初定价低了43% 业内人士将哈德逊广场 比做一场大型的白涝会演出 但是却一直没有开演 一些业主则打算长期在这里居住 认为市场最终还是会回归 另外 多伦多新报报道 多伦多6月租金价格攀升 因为买房者重新进入了租赁市场 根据Rentos的一份报告 多伦多6月份公寓的租金价格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涨了近16% 多伦多一居室的平均租金 现在为2572加元 两居室公寓的每月价格超过3000加元 该报告表明租金成本的上涨是由于更多的人 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 并且转向了租赁市场 从而增加了需求和竞争 此外 更高的利率导致房东增加租金成本 以抵消抵押贷款支付的增加 国会山报报道 美国近80%的年轻业主表示 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正在推迟他们的出售计划 根据一项民意调查 高抵押贷款利率正在阻止美国房地产市场的 潜在房屋卖家和买家 大约三分之二的潜在卖家表示 他们会等待利率下降后再将房产投放到市场 而四分之一的人表示 他们不会被高利率推迟 在愿意等待的人中 79%的迁徙代表示他们会推迟计划 年长的买家对高利率的推迟程度则较低 35%的婴儿潮一代则表示 利率不会影响他们的销售决定 BBC报道 英国租房者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捉襟见肘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发现 英国43%的租户难以负担租金 而抵押贷款持有人的这一比例为28% 调查还发现 每2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表示 在两周前就已经把食物吃完了 而更容易受到生活成本上涨影响的群体 则包括单亲人士 残疾的成年人和黑人群体 调查还表明租房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 以上就是本期房地产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专业定制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